我们今天来聊聊一款这个叫做实际上是AI啊 用于这个科研辅助的工具叫做ELICIT啊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都要讲什么样的内容 前两次这个都讲超了啊 所以今天咱们严格的这个限定一下 最好咱们呃演示部分最好是半个小时以内 然后呢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我们来交流讨论 我觉得这是直播的目的啊 大家来参加这个直播 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交流的机会 否则的话我这个录播然后放到这个平台上就好了 呃首先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呃咱们的主题主要是以下这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先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些相关的概念 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认知 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功能说明 就是说你说这个东西拿人工智能对吧 来做一个呃我们把它叫做科研的辅助 我们科研当中确实有很多的这种痛点 但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对吧这个真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所以我们得把这个功能来介绍一下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其他信息 我介绍一些背景的这个内容 以及一些未来的这种启示和这个产发 这这一部分啊 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比较独门的啊 之前这个没有在这个呃公共平台上介绍过 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各位算来着了 咱们一起来这个听一听啊 呃我再确认一下这个图像和声音是不是都正常 谁能受累给我个给我个回复 因为我这一直是没看见那个什么的 我一直是没看见我的这个这的图像的 呃没问题的话 大家这个输入个一好吗 让我这个心里头有一个有一个底 如果这个没问题 好好谢谢谢谢 OK好 那咱们首先先来这个介绍一下概念啊 这个概念的介绍呢 是是这个样子 首先先说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这个发现elicit这款工具 这个事是在呃这答错了啊 2021年的10月啊 这个2022年10月还没到 这个现在习惯了写2022 呃2021年的这个10月份 10月份我刚发现了之后 我就干了一件事 我就在2021年的10月20号 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段啊 这是当时我放到这个b站上的这个这个版本 呃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款工具啊 然后呢还做了一下他的这个功能演示 所以今天但凡是出现在这个视频当中的功能演示 我就不赘述了 这个东西因为咱们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啊 我们这个时间都很宝贵 对吧 大家这个如果感兴趣的话 回头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 为什么我们也不准备展示当时的内容 是因为最近又发生了迭代变化 而他最近的这一次迭代变化 好像是今天凌晨收到的这封邮件 使得我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冲动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啊 这就是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背景 大家回头可以来看一看这段视频啊 我们假设你现在没看过这个视频 没关系啊 听我接着往下说 不用现在跳上去看啊 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 这个实际上 它是可以去帮助你啊 或者叫替你啊 这个这个词用的比较大胆 去阅读海量文献 然后做出一系列的分析判断和决策 这个我想大家凡是对这个话题能感兴趣的 一般来说都是在做研究的 可能有老师 可能有咱们的同学 大家平时应该对于这样的一个事 这个读文献不陌生 下面我们就来这个 我们就来说一说啊 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它有用 它有用主要是解决这样的一个东西 叫做信息过载 大家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学科 这个因为不同学科确实不一样啊 有的那学科这个可能 现在没有这么样的一个文献的生产的一个速率 但是有的学科可不是啊 对吧 你说这个真是应了庄子那句话 对吧 我生也有牙而知也无牙 一有牙这个读无牙代义 这个完全没错 因为什么 你每天假设说啊 这个一个手手对吧 你读文献 一天你可以读十篇 这个速度不低了啊 咱说实在的这个 因为我们不能说 每一个人都强求这么高的阅读能力 可问题是你那个学科 这一天之内产生的这个文献数量 如果超过了十篇 你说你怎么办 对吧 这就是一个问题 信息过载这个是1964年 在这本书当中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一个词 叫information overload 你看看啊 这个咱们现在是2022对吧 将近60年前 这个词就已经出现在书里面了 而在今天我们是饱受它的这个痛苦和折磨 对吧 我们在今天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就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现在我们生产信息 生产知识 变得比以往都要快 而且这样的一些激励机制下 使得这个知识生产都在加速 这就一个问题 你出入一个学科 你作为一个学科的新手 你的导师给你布置了一个任务 让你去对一个领域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索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对吧 这个我相信啊 咱们可能有的同学 已经体会过这种艰辛了啊 那么我们说这个当你的海浪文献根本读不过来的时候 很多人现在是这状态吧 对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挺形象的 对啊 读几篇你看干脆都扔了 这不行了 这个不干了啊 这事干不下去了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 说是不是要躺平放弃啊 从此之后这个不去不去看文献 可不去看文献你怎么做研究呢 对吧 这是一个这个吉生蛋诞生机的悖论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怎么办 我说这个时候采取的一个方式叫做 以技术来应对技术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现在产生这样的一个信息过载 实际上是和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发展是有关的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技术能不能反过头来 被我们所应用 让我们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过载 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处理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 就是我当时对这个 Illicit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 说明它干什么 然后把这个视频被发现了 被谁发现了呢 是他们这个Illicit 它这个叫做Alt 是它的这个 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是这个 这个图里面展示了这个OUGHT 我的那个Presenter的 这个这个彩笔 在哪 看一看啊 这儿Pointer 在这儿 OUGHT 然后呢 他的COO 就看到这视频了 然后立刻就追过来 说那咱们咱们聊聊 聊了就聊了呗对吧 然后这个是去年的 这个应该是10月份吧 他然后 呃 这这名我不会拼啊 因为他 我后来查了一下 应该是韩语的啊 这是一个韩国的一个 一个名称的音译 然后我们俩就就聊了一下 那这个这个开了个小会 然后来研究了一下 这个Illicit 它本身的这个背后的技术 它的愿景和目标 它要提供的功能 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的 这个路线 这个是大概是 去年的 这是这是10月 还是11月 反正非常近的时候 当时这个做的一个事 就和我那个视频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 给大家讲 这个很多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 一个深度的接触 所以有一些这个情况 我比较了解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我了解到了很多的更多的信息 但是这个呢 咱们放在后面一部分来讲 我们现在直接的进入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东西 它有什么功能啊 我们来看看它的功能 功能是这个样子 第一种叫做文献推荐 因为文献很多 所以一上来 你肯定想知道 对吧 关于某一个主题 我最相关的文献是哪些 以前啊 这个刀羹火重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读一篇 然后呢 这个文献我觉得相关 然后去找这个文献 它的这个诗引文献 和它的背影文献 对啊 就说明他引了谁 谁引了他 把这些文献搜了来 从里面再去找 有没有这相关的 通过这种滚雪球的方式 我们来逐渐的扩大 这样的一个文献的范围 他说太笨了 你这个就用这种方法 关键词 如果你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课研 如果你已经做了一些文献 综述与回顾 你应该知道 拿关键词搜索 非常的不靠谱 对吧 他只能给你找到线索 但是他既查的不准 也查的不全 尤其是一些非常这个普遍性的 这样的这个名词 作为你的关键词 对吧 这个是这是不行的 所以这款工具 可以给你干什么 他可以给你 这个从海量的文献 在推荐库当中 你给定一个选题 他就给你推荐文献 同时 大家注意 同时这个事啊 这是非常的一个 很重磅的一个功能 给出claim 就是每一篇文献 他在给你列出他的时候 直接就把这个文献当中 关于你给定选题的核心的那些 他的这个 相当于这个观点句 把这些东西 直接的给你显示出来 通过这个 你可以直接的去 去这个进行分辨 就是这个东西 要不要加入到 我的阅读的 这样的一个文献的列表当中 这个是 他是在这里面 可以给你直接做的 而且你们之间的交互 是自然语言处理 就是我不用这个 还学那些什么样的 那些复杂的检索式啊 大家都用过这个 Web of Science 都知道一些高级检索 对吧 这个多少个套着的 什么这些 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式子啊 这个都不用 你直接拿自然语言来发文 然后一会儿 我给你演示 它的那个效果啊 这个这是 这是第一步 叫做文献推荐 第二步 有时候 你选题没有思路 所以你有了选题 对吧 下一步你是可以 根据这个选题 你去查相关的文献 只是文献很多 你不知道先读哪个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像咱们现在列的这个 我现在选题 我没有思路 我不知道 我该选一个什么题 我刚进到这个学科啊 出窥门径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样 下手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 他可以给你干这件事 你给一个话题 话题是什么 更加宽泛的一个东西 对吧 好比说 我这个想研究 跟社交媒体相关 我只需要把社交媒体 这几个词输进去 他去给你把 在这个话题下面 人们各种的研究方向的 这些东西 可以给你找出来 而且他实际上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头脑风暴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使得你 立刻的就有了多少种 启发式的这样的联想 反馈给你的 是一个选题列表 选题列表 这个咱们后面要说 在这个功能下 我是给Elicit一个建议的 我不知道他现在 有没有实施 因为我还没有进行 这样的一个检测 但是在这里 我给了他一个建议 还有一个叫做专家推荐 这个实际上 跟这个很多的 这个现在已经当老师的 这个是更为 这个更为有用 为什么呢 好比有一些事 你需要找专家做咨询 那么这时候 该找什么样的专家 进行咨询 你可能 你两眼 两眼一抹黑 因为你每次 咱们现在说的都是 你刚进入一个领域 对吧 你说在一个领域 你深耕20年 你不知道专家是谁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我刚进入到他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对专家这个事不是很了解 在这样的一个新的领域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他可以给你做到 你 如果你不知道权威性的话 你把你现在知道的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作者 你只要提供一些论文当中 这些作者的名字 把他们输入进去 这些作者不一定是权威专家 然后他就可以根据你输入了这些作者 划定这样的一个领域 根据很多这样的文献的各种的引用关系等等 后面咱们会说技术细节 然后给你推荐这个领域当中的重磅专家 然后你在后面做专家咨询 这个邀请合作者 这个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一个基础性的一个依据 这样一个依据 可以按图锁记 这个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专家推荐的功能 这里还有一个其他功能的列表 当然我这个是直接拿的当初这个做的一个这个截图 是一个这个动图 当时有几十个 因为今天我主要关注他的一些新的能力 所以我没有对这个进行更新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他在这里面可以给你提供的 我的那个动图怎么没动起来呢 算了咱不管了 反正这里面应该是有几十项的功能 如果这时候咱们是个动图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几十项 没有也没关系 打开之后你一浏览就能看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咱们的第一部分 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 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功能 但是你肯定觉得很不满意 对吧 因为什么呢 眼见为实啊 对吧 我现在我都没有看见你光吹的天花烂坠 这哪行 对吧 没关系 咱们下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演示前 容我喝口水啊 嗓子有点干 好 那下面我们来进入这样的一个演示环节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进行一些这个输入 例如说我想找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让他给我找到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文献 像咱们刚才介绍的 我这里呢 输入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现在在B站是个up主 对吧 所以你看下面这个问题 我一定是很关心的 How can the video be popular 这个视频怎么才能火呢 对吧 这是我的要找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问题 我把这个输入进去 他就给我反馈了相关的文献 结果是这样的 这个里面你看到的这只是一部分啊 因为你往下滑这个屏幕的话 他第一次给你这个是显示五个五篇文献 然后随着你点给我更多 他会给你往下 这些都是根据一定的这样的算法进行的这个优先级排布 因此他认为最相关的应该出现在最前面啊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布局 这个时候我觉得看着有点有点别扭 因为这样的一块我他是拿这个比较这个重的字体 显示了那个文献的claim 对啊 然后有一些文献信息 我觉得这样的不够结构化 对啊 没关系啊 没关系 你可以要求他用图表格来显示这样的信息 就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看到 哎 这个时候他会告诉你什么呢 claim claim claim是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但注意第二个特别好玩啊 population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到底研究了多少段的视频 以得出来的他的结论 这里直接从文内给你抽取 然后还有这个intervention 就是他这里面他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样的 大家做实验的话应该知道这词是什么意思啊 哎 然后这个outcome 产出的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他最后关注的是其中的哪些因素啊 然后paper type 大家知道这很很很重要 因为review 他是专门的给你显示出来 review代表了什么 他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综数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此这样的论文的话 你通过看他可以一次性的了解 多篇论文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结果 我们做文献综数的话 应该对这个是比较这个头脑当中 有一个这样的机灵一下子 对吧 这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显示结果 好 那下面他还可以干的一件事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想来讲这个 他给我发了一篇这个 一篇这个 他的这叫什么 订阅邮件啊 里面介绍一个功能 这个还不是 这是先是展示更多的内容啊 就是把他这刚才我说了 可以把他展开 好 下一个是重要的啊 进一步 进一步是要干什么 你这不是出来了很多结果吗 原先你还得是一篇一篇的我去看 对不对 这个依然间 这这是一个很浩瀚的工程 所以他给了你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个能力是什么呢 追加问题 就是我已经提出来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然后他给我推荐了文献 我现在对于他筛选出来的结果 我可以追加问题 对于实验类的这样的一些论文 我们可以追加的一个这个问题啊 它是作为过滤的啊 就这样 你可以接着继续来提出问题 我提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你平时做实验的话 这个词你不陌生 How large is the effect 问这个词 你说这他都能给你知道吗 不一定 因为什么 有的这个论文 他的这个叙述方式 可能现在他不能精准识别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在这里面前五篇当中 其中有一篇 它是给予你这样的一个见识 当然这一篇 因为它是一个review的文章 所以我估计是什么呢 它是综合对比了一些 这个原先的这样的一些文献 所以这里面应该是提及的 其中某篇文献当中的一些内容啊 这个咱们就是可以深入 钻探进去来讨论 还有一个什么好玩呢 我又附加了一个问题 我说看好多的这些研究啊 都是这个YouTube 这个我们这个有没有做B站的研究啊 对吧 所以我附加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这个 这叫什么 比较简陋啊 这个问题呢 也没加问号 就一个词 哔哩哔哩哩啊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这门啊 它这个 这一列是对于 哔哩哔哩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的它告诉你 YouTube 有的告诉你 哔哩哔哩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词 可能这个有点小啊 不知道你看清楚 看不清楚 这词是什么呢 这个弹幕 D-A-N-M-U 这一看就知道 这个而且根据它年代来判断 这确实是当时是研究 B站上的这个视频的 然后我一看 那既然你提到了这个弹幕 对吧 那我就点进去看一看 这篇文章啊 确实一看那几个作者的 那个姓名 这确实 这就是咱们这个 国内的这个 也不一定是国内啊 反正是 他是能读懂中文的 这个研究者 他做的一篇 关于这个 哔哩哔哩 这样的一个研究 这个网站的好处是什么 他现在大部分的 他是这个依靠 Semantic Scholar 这样的一个数据员 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点进去 我可以去看他的这个全文 因为Semantic Scholar 他很多文章 实际上是这个 作者自行上传到 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 因此都有全文 我就把它打开 哎 你看 我觉得它挺有意思啊 这里面这个 关于这个弹幕的这个研究 你要感兴趣 你去找一下这篇文章 你来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研究的方法 还真是这个 挺好玩的啊 那么 后来我觉得 这光看平台 不太好 我再附加一个新的问题 我又附加了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就说 有的时候吧 总有这个 观众啊 他建议我加一个 这个字幕 我呢 特别懒 所以我不乐意加字幕 我就想知道 对于Popularity 这样一个主题 这个是不是能活 这个字幕在里 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我加了一个新的问题 是 Is the subtitle essential 啊 他说为了他能活 我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字幕给他加进去呢 这时候有意思的就来了 啊 这个他他先经过一些 这个 他的这个进度条啊 这是在进行分析 很快 大概也就是三五秒的时间 然后 他给你直接来回答这个问题 yes yes no no yes no 什么意思呢 他根据他读这篇文献的结果 他根据他对这个的理解 他在文中去给你判断 就是说 哎 在这些影响因素当中 subtitle 这个字幕 是不是会 这个真正的能够影响 最后这个是不是火 这个事啊 那么 你你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啊 这个使我在做这个科研 尤其是领域扫描的时候 这个事变得有趣 哪怕说我并不能确认 你现在给我回答的这些一定是他的客观事实 但是最起码他给了我一个探索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 给我激发起来 我很想看看对吧 你这个回答到底对不对 因此也更愿意对一些其中 哎 这个看似跟我们的这个更加合拍 然后在这些关键点上 与我们的要求更加契合的文献 我们可以不遗漏调谈 不遗漏这个调谈啊 呃 我看有这个小伙伴问啊 AI的准确性如何 别着急咱们往后说啊 好 下面我们进入咱们的第三部分啊 其他信息 首先就说他们做了这样的一款这样的工具 他的目标是什么 这是我直接问人家COO得来的这个答案啊 他是要为科研人员提供直接准确的查询结果 直接准确的查询结果啊 但是目前阶段他主要能给你做的是参考和启发 今天我说凌晨收到那封新的邮件里面 他们对一系列的这样的 他们的任务都进行了这个测评 因为他们大家都知道 在这样的这个信息检索 有一系列的这个竞赛 上面有很多已经标注好的这样的数据记忆 所以你的这个系统怎么样 实际上是可以测的啊 他们发现从上次给我们发信 大概是一周之前吧 到现在这个在这个准确度上 某项任务的准确度上啊 这个因为我我没有 没有仔细的看那一部分 所以现在我不敢说的太这个什么 他在那一部分上 从61%提高到69% 这个是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进步速度还是挺快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某些这个问题上 尤其是这样的一些自然语言处理类 能提高到这个样的幅度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人家目前说的很清楚 我们现在能够提供的 叫做参考和启发 这是他现在的这样的目标和现在的现状 我们来看看算法 算法 他里面包括了以下的这些算法 第一个文本挖掘 这是肯定的 因为你如果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 你相当于这个没有做读文献 这种这个 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 那么你后面就没法来提供结果 对吧 主题距离啊 前些日子 如果你听过我的这个 年前的那次B站直播 我讲我的那个工具啊 这个我自己做的一个啊 也是利用这样的自然语言模型 加上这样的主题距离 我来这个在Rome当中啊 给你推荐内容啊 用的这个背后的算法是一样的啊 这个今天咱们这个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这部分不展开了啊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翻回头来看看我那次视频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回放啊 还有一个是引用关系 大家都知道这个隐文 这个代表了这个投票 代表了权重 所以隐文关系也是非常重要 当然这里面实际上少说了一个重要的事 一会儿后摸补充啊 还有就是大家 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 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查询 但是我们一般是要 我们符合系统的使用方式 使用这种检索式 对吧 但是现在他给你提供这种自然语言的问答 功能使得我们跟系统的交互 变得更加的轻松 最起码不用一打开 就是一副这个 这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特别的感觉很紧张 有压力的啊 这这别能说错了 这个无所谓 我们用自然语言 平时我们和人怎么来问问题啊 最近有什么样的文献比较好啊 什么这种啊 这种类型的问题 我们直接问给系统 他给我们这样的反馈 起码在用户这个角度 更加的放松 自然语言的这个问答功能 他用的是GPT3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目前这个OpenAI的开放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API当中 应该说现在在全球也算是 比较领先的这样一个模型 我用比较这个词 是因为现在模型比他大的啊 好好挑几个 对吧 但是呢 呃 又大又开放 那这个现在来说 还是GPT3用的比较普遍啊 然后呢 呃 因为呃 GPT3 它是OpenAI 给大伙来开放 但是你调用对于它来说 有承载的这个负担和压力 所以它的访问数量是做了限定 因此在前一段 就是我用那时候 这个不是谁都能用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它有一个排队人数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限制啊 呃 那么后面 他们会研发自己的自然语言模型 这样就使得不用再受其他公司 这样的一个访问的限制 到那个时候 可以给更多人同时来提供服务 他用的这个数据集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目前是 Semantic Scholar 所以现在好像对中文 还是不能支持中文文献啊 呃 但是他后面会要解决这个问题 也问我了这个 关于中文文献的这个 获取的问题 我给他推荐了 咱们国内那个几大 这个呃 像CNKI这类的一些 这个数据服务商 啊 他们后面怎么样 是不是有过接洽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 这个没有 没有跟进啊 呃 他这里头 大家都知道 要做这样的人工智能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 是标注 对吧 因为你没有标注的话 机器不知道他该学什么 那么标注的工作 也是我当时很关心 我来问了他们 他们是这样 对于一些简单任务啊 这个时候他们用的contractor 就是那个像什么 这个亚马逊 土耳其机器人 就实际上就是拿人来当这个 他的合同工啊 来做这个事 对于那些真正的专业的复杂的任务 尤其是需要一些这个比较这个 细利度的标注 这一部分是他们这个团队 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合作伙伴 来专门做这个事啊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啊 说这个东西啊 他这个这么对吧 那么好用对吧 看起来很魔幻啊 收费是不是不菲啊 目前是这样 目前是免费 而且我问了一下 我说我这个后面会不会 这个我我我我帮你这个 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工具了 你好 每个月收我们这个多少多少美金啊 他说是这样 他们这个out 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所以这个赚钱不在他们的这个优先级上啊 但是他们只需要 他们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他的运营成本需要被覆盖 所以后面有可能会开启这个收费 什么时间现在没定 但是他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 呃 他说啊 这个这个咱小道消息啊 这哪说哪聊啊 他说有可能会采用自定义价格 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用没用过这种自定义价格的服务 就是他给你一个建议的价格 你你交这个钱 但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啊 我少交点啊 是是是这个样子 但是目前是完全免费都可以来用的 我给他们的一些建议 我也这个放在这啊 这个 我我就说之前你提到有一个头脑风暴 对吧 是帮我找这个问题 但是我说呀 你在给我们寻找这种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的同时 你能不能做这么一个事 你把那个现有研究的这个进度 那在某一个这样的方向上 假如你给我一个这样的问题 你反过来拿这个问题 你事先的做一遍这个库里面的预处理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研究问题 但是他现在完成度怎么样 那你给我把这个必要性 你给我说来算一下 为什么 是因为一篇这个文献 我们都知道 一篇文章出来的话 有几个事 我一直这个跟大伙说 价值 你出来被价值 这东西 他一般难以发表 必要性 如果一个东西 虽然它很有价值 但是就像轮子 第一次发明轮子 一定是一个这个惊天地气鬼神的事 对吧 但是你重复发明轮子 没有意义 所以必要性这个事 对论文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你最好给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 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你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情况 你是要面对一些研究的这样的一些出涉词道的这些人 因为你不管是一个成熟研究者 进入一个新领域 还是一个研究生 他刚开始要去摸索探索他的这个研究的一个主题 这个时候对吧 对他来说 如果必要性你不显示 你光告他 我说这是一个挺好的选题 他也觉得这挺好 但是这个可能就掉坑里了 因为他做完了 发现这个别人都做过了 对吧 所以我说这里避免重复劳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 所以我这是我当时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想说说ELICIT给我的一个启示 说之前容我再喝口水 这嗓子还要来干 ELICIT给我的一个启示是什么 你说他用的这个技术 当然我们现在看确实比较先进 但是不是这个领域当中的最先进 所谓SOTA State of the Art 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 他的一个进展 我觉得可能不是 对吧 因为什么 这个技术 他基本上这种迭代 现在你如果看那些各种榜 这个这个 我之前给你推荐过一个网站 Papers with Code 你回头去看看 那上面基本上天天在那刷新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们这帮人 现在没有去钻研最新的这种技术 去尝试着推进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结果 而是反过来在这去做系统 又去得考虑很多的实际问题 然后跟用户跟什么打交道 我说这个肯定来讲 你的技术是无法保证你在最前沿 但是我觉得ELICIT 他做对了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总觉得技术这个东西 哎呀非常的这个玄妙 但是到现在为止 人工智能还不能在这个领域当中 完全的替代人工 所以人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你这些你这些结果 你怎么样评判 他是不是真的好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需要人来验证的 那些别人做那些东西 可能就是我为了一个研究 我为了发paper 我给他比他高1% 他这太显著了 我得把他赶紧publish 但是对于你来说 你如果做这样的一个事 你把这样的一些这个使用者 大量的使用者汇集到你这个平台上 给他们一些比较先进的结果 反馈回来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那下面你可以获得的一个东西 是这些用户的行为数据 有了这些用户的行为数据 你自己就可以不断的来 在你的这个模型上 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在线学习 就是我不断的能获得你们的这种反馈 而且有很多事情 机器是没有办法给你指引路径的 用户可以 他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社区文化 现在大家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提出来的这个需求 实际上这个对于他们的 不管是我做要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也好 还是我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他们所拥有的这份资产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就是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有这样多的人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能力现在不是一个壁垒 但是去整合这些技术 真正的拿给人用 并且从中大量能够获得这样的用户的这个反馈 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 未来我觉得这样的 怎么说呢 他的一种向前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我很看好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是我对于elicit给我这样的一个一个启示 下面呢 讲一下我是怎么知道这个这个东西的 elicit 那这个这个怎么 他就突然出现在我的这个事业当中 事业当中实际上是这样 以人为境 以人为境 这个我之前写这个错了吧 境不是那个镜子的境吗 对吧 这个这个有三境吗 对吧 以始为境 然后以什么 以人为境 我说这个里面这个境指的是路径 就是说很多时候啊 你把这些东西寄托在一些这样的 这个说某些刊物 或者某些其他的这种固化的信息渠道 你不如把它聚焦在人身上 你关注一些这种非常的这个乐于 有这样的一些探索精神 然后他们给你传播的这样的内容 又比较具有这种可信性 那么你获得的东西大概率来讲 这个可信度也是可以更高的 所以呢 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当你真正的想要去了解那些重要的事 而且又不希望掉到坑里面的时候 时刻的想一想 以人为境 这样的一个词 这就是我今天讲述部分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 好